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星会网立场无关 与星会网立场无关 你好 我是Lisbon 我是关太太 我们回到我们的happy home段 关太太 是呀 怎样 好像很有精神 是呀 我們可以說一下今天 上一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功課 是不是要說一下我們的功課 我們這次說的仍然是關於衣服 這件事要說真的要很久 說到今天應該都說得完 不過希望啦 所以今天再說 上一次如果大家有做功課 就跟大家溫習一下 怎樣去分類 留不留衣服 如果上一次大家有做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跟著我的方式去做 這邊 你可以把衣服分了你要留的 還是要送走的 你留下的就是你想要的 你很喜歡的 穿的時候會很開心 令到你個人提升的一些衣服 如果送走的就是 你不需要的 不舒適的 或者看你覺得有些煩惱的時候 你就決斷些去捨棄它 捨棄的時候 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買二手衣 或者捐給人 一些機構 就算香港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 其實都有很多貧窮的人 需要一些衣服 新衣服 你知道很多貧窮的人 穿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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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使得穿不到為止 是的 真的很懸殊 我們有很多衣服 但是 意思不是叫你不要扔掉你的衣服 你再多留一點 其實你更加更加 你越亂越多 然後你又會再買一些衣服 你其實會越浪費 所以你送走了一些已經不適合的 是會令到你更加節省很多錢 空間 心情上各樣東西都會提升很多 沒錯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做 把衣服全部收拾出來 攤開了 看看自己究竟做過多少錯事 買了多少錯的衣服 我相信大部份的人 我想不分男女 我們這樣說 都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就是買了回去 其實不適合自己 但是那一刻就覺得 我剛剛買回來就扔掉 我剛剛才付完錢 我又扔了嗎 因為當你去收拾的時候 其實你會更加看到很多 就是以我自己的經驗 去幫人去收拾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是很多新衣服 很多牌都沒有撕的衣服 基本上真的穿都沒有穿過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 想幫大家怎樣運用得好些 如果當你是留下那些衣服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襯得好些 或者有些新花褲 令到你穿得開心些 你再買 或者你要怎樣運用這一堆 已經有的衣服的時候 都會運用得再好些 不過在我們教 你教人怎樣去襯衣服買衣服之前 首先我們當然要講一下衣櫃裡面 應該怎樣去收拾 你有一張很好的圖 是的 如果大家已經開始分類 其實還沒所謂 你是由今集開始都可以開始做的 就是把衣服開始分類 你看到一邊那個 就是一個比較混亂的衣櫃 其實如果我叫你要找一件衣服 我現在要找有帽子的那件外套 你也要找一些時間才找到出來 在哪裡有 就是因為收拾了 因為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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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花心神 越花心神 越不想收拾那裡的東西 一個惡性循環 你又會越不想留在家裡 衣櫃一樣道理 你又會再買一些新衣服 因為你經常找不到 覺得沒有衣服穿 然後 我很喜歡你這句話 是的 我沒有衣服穿 女士真的很喜歡說自己沒有衣服穿 有些女士 整個季都是鞋子 然後就說我沒有鞋子穿 我不夠鞋子穿 我要去買鞋子 這個雖然說出來是挺搞笑的 我真的聽過有很多人這樣說的 但是現實的時候 你只會增加自己很多痛苦 我們去做這個節目 其實我真的很想很想 就算我真人 不是在這個節目裡 我真人都很想幫到大家 就是令到你的生活是過得好些 愉快些 輕散些 也都將你生命本身有的美好的事 可以發揮出來 如果你家裡太多東西 或者衣櫃 家裡 那麼多雜物堆塞住 其實你的人都會很不流通 裡面的思想也好 你的才華也好 你的氣場也好 其實真的很不流通 各方面都不好 是的 如果你自己住 你都可能 你辛苦自己了 如果自己住 如果你多一個人跟你住 真的會有很多磨擦 是的 真的 隨便一個一定會看不順眼 去到某一部分 你說得很適合 很適合 就會火星座地球 已經幫過不同的夫婦 其中一部分通常都會收拾衣櫃 曾經有去過 其實衣櫃是很大很大的 但全部都是堆滿了衣 然後一開 你已經可以倒出來 真的會引起夫婦很不愉快 因為可能男性就是覺得 你為什麼要越賣越多 真的很浪費 那女性就覺得 我真的沒有衣服 要買衣服 我又賺得到錢 那就去做 那這些好像很少的事 但是你慢慢慢慢 好像吐乾 這樣吐乾 你都會越吃越多 令到大家都很不開心 曾經我去過一個家庭 這樣去做的時候 一開始他們都看得出 是不愉快的他們的相處 然後經過幾天 很努力地 大家一起去做好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太太之後 發短訊給我 就說 她老公終於都欣賞她去做這件事 還有對她說一些很贊同的說話 她就覺得很值得 原來這樣執行 大家都會開心了 那我自己心裡 我就知道 其實你說那個老公是不是很欣賞 很讚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不在現場 但是我肯定是老婆的心境不同了 就是撿了之後 其實她是 起碼一開衣櫃 她是選到不同的衣服 就是好像另外這邊 這邊的一個衣櫃 我後面 你後面的這個衣櫃 這樣是很通透的 你看到自己有什麼衣服 她也很有次序地擺在這裡 譬如她會由長至短地擺 顏色也是由深到淺地擺 其實你看到自己個人 都會很開心 在那個地方裡 很整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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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執法是很好 起碼你不會重複去買一些衣服 是啊 這個你越看得到 越多東西 其實你會越容易浪費 因為你會遺留了一些 譬如我有個墨 有個鞋 全部堆積在那裡 其實你根本就是遺留了很多位置 你不知道 也不知道買了那件衣服 那浪費程度其實是會增加的 你越亂就會越浪費 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你越亂就是越多東西 應該是越滿足 但是不是的 是反過來的 你越亂就是越浪費 因為你不會找到它出來 是啊 真的 所以變成堆積如山 還有當你 我們會說 去幫人做分配這些位置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它的習慣 那譬如 它是習慣了 會在醫務間那裡 去做燙衣這個動作 那我就會將 那一種的物件 都要放在那裡附近 而且是要很順手去做到的 那當你這麼容易做到的時候 其實你的煩惱是會減少的 你一天裡面 其實一個人是要做幾百個決定 但是你的決定 如果放了這麼多 都是在一些瑣碎的事上面 你真的要做真實的大決定 其實你這個人很痛苦 因為你已經分散了很多注意力 在一個很瑣碎很瑣碎的事上面 譬如那個風筒放在不知哪裏 接著那個燙袋又不知放在哪裏 你又要在那裡找一找 然後在那裡燙一燙 你已經心力交遂 那你出門口的時候 其實你帶著一種 很沒有能量的感覺去工作 當然你一定會被他拖下影響到 除非你這個人是非常害怕 是很有力的一個人 你無論給50件小事困擾你都沒有問題 但是很少這些人 我想都沒有這一天 除非他打了興奮劑 真的沒有可能的 真的 都散了 身邊的物件 越是有條理 越好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輔助你 幫助你 走進去一個 你做得自己更加好的方向 因為他們令到你沒有煩惱的時候 你的腦就專注在你真實要去面對 以及一些重要的事情 非常好 我早幾天都做了一些動作 都是收拾東西 以及斷捨離了一些東西 因為真的已經沒有穿了 還有我覺得 要收拾東西要洗 轉季就很熱 有些東西就盛起來了 沒有穿過的 有些真的洗完之後沒有穿過 所以又盛回去 有些真的已經拿出來 我覺得 我上季已經沒有穿 我今季一定不會穿的 所以就拿了出去 然後我發現房子少了一個 我收拾東西之後 我真的很舒服 你真的很聰明 是不是因為我 當然 你感染了我 我覺得 家裡越簡潔越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簡潔 但奈何有時候 去到某些季節 例如冬季 真的很多東西會卸出來 然後把心一環 有些穿就繼續保持 拿去洗 有些今季沒有穿過的 沒有機會穿 因為都不是很冷 我唯有放回去 有些真的知道自己不會再穿的 那我就拿走了 馬上舒服 難怪今天見你這麼神彩飛揚 飛你的頭 真的神彩飛揚 大家如果在現場看到的話 真的會 還有你在家裡自己都會舒服很多 沒錯 就是回家 哇少了一棟東西 這個感覺 真的很舒服 雜物是有一樣很古怪的 衣服也好 多餘的衣服 或者雜物 是有一樣很古怪的力量 雖然不是說一些靈異節目 或者怎樣 它是一樣很古怪的東西 就是當你很專注 很想做 譬如你寫作 或者要畫畫 或者要做一些文件上的工作 但你眼尾看見 後面原來有一堆很亂的東西 很冷眼的東西 其實是會影響到你現時你做的東西 如果你越遲執那堆東西 你就比那件事 會越來越影響 一個壞影響 負性的影響 會更多 雖然它不是一個靈異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一種很負的力量 在裡面 還有一種很厲害的壓迫感 當你家裡真的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一個壓迫感 當你原來自己的空間只剩下一個洞的時候 是一個很小的位置 其他東西給了一些死物 其實很不值得 是啊 究竟你家裡是一些雜物去煮 還是你去煮 整件事 這個很值得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要想一下的一個問題 你租房子是你自己享受 還是給雜物去煮 是啊 明明那個單位是你付出所有的 但是你給了一些死物雜物去 去攻佔了你的空間 真的很不值得 真的很傻 不要那麼傻豬豬 沒錯 傻豬豬 傻豬豬 真的 真的不可以這樣 好 接著呢 接著我們今天 一個小貼士 是啊 當你剩下的一些 那麼好 那麼襯的你的衣服 我都暈了這個 特地的你 是啊 真的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你剩下的衣服 或者在你分類之前 你可以怎樣分 你想剩下什麼衣服 是適合你自己的 那麼我 關太太就有些小提示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 就是 將你剩下的衣服 或者你適合的衣服 可以襯得更漂亮 神采非洋一點 因為我覺得 可以問一下你先 就是你認為 內在美更重要 還是外在美更重要 這些什麼問題 首先我會覺得 所有人經常都說 內在美很重要 但是其實所有人 第一眼都是外在先 也是的 是不是 你是外在吸引到那個人 他才會發掘你的內在 你果然是星會網的主持 錯 是因為我年多大 我明白這個道理 這個東西 騙了我太多年 以前經常 那些人都說 不用看外表的 我們一定要看個人的內在 但是說真的 那個外表 不吸引到你 你怎麼會去看他的內在 是啊 真的 這個我覺得 它是一個雙負雙城 你如果內裡 你是一個很美麗的人 其實你外在 你又不會太烏尾 應該 他是一個 好像平衡的 一起提升的一件事 所以 我在這裡覺得 當你的內在 本身都是很美麗的時候 其實你外在 都可以打扮得更漂亮 其實你 看到照鏡的自己 你也會令自己 裡面又會更開心 好像有一個心理學 就是你 怎樣去告訴自己 你是一個什麼人 或者你穿些什麼 例如你穿一件醫生服 去打扮的時候 你真的會覺得 自己好像真的是一個醫生 就是外在那個 那個打扮 會影響到你 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什麼人 這個就是你想問我的問題 還是另一條 我知道 上一次賣了關子太久了 賣都忘記了 有一條問題是IQ題 很想問一下Lisbane 這個關於是 是否適合買 買什麼適合衣服 和不適合衣服的問題 就是你知不知道 超人 即是Superman的超人 他是穿什麼尺寸的衣服 什麼尺寸的衣服 小嗎 是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有一個S 對 就是 這個是不是太小學了 對 就是這麼小學 就是我們 你看他穿到這麼窄 就不漂亮 哪有人穿到這樣外出 所以你怎麼要了解你自己 究竟是什麼尺寸 什麼衣服才適合你 是很重要的 就不要像超人一樣 硬勒著自己 是XL馬的人 穿一件小馬 你自己是不OK的 看的時候 肉又擠出來 幸好我懂得回答 超人的肉是擠出來 真的不好看 不是 你健康的話沒問題 如果你健康的話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要買一些適合自己的衣服 或者留下一些適合自己的衣服 如果那件衣服 譬如已經是窄到死 或者是不適合自己的年紀去穿的時候 你果斷捨棄 不用要都可以 沒錯 再說回 我終於問了這個問題 今天有一個小分享 如何配襯你現在有的衣服 剛才第一張是一個銅色或近似色 藍色系列 我偏向不會用一個大紅色或大綠色大黃色 會有一點點怪計 如果穿了一身都是綠的系列 別人會覺得忍者歸 又不是 薯精 薯精 偏向一些 譬如這個銅色系 看到 就是一些大地色 大地色是最接近看的 是的 還有當你一些銅色或近似色系 其實你穿衣服的時候 會覺得有前前後後的感覺 和一層一層的感覺 會豐富一點 看下去 但又不會太花 花巧 這個也可以一個心得分享給大家 另外一個就是 黑白灰 再加一隻顏色 譬如你真的很喜歡紅色 但沒理由穿到全身都是紅色很怪的 我會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你用黑白灰的系列 因為黑白灰 它不算是顏色的裏面 是 你如果是 譬如紅黃綠 這樣 都是三隻顏色 那你紅黃綠 再加一隻顏色 就不行了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紅黃綠 完全不行了 所以黑白灰是一個很好搭配的系列 它是一個比較 叫做不是顏色 是系的顏色 即是放在冷色也可以 放在暖色也可以 是的 當你這樣配襯的時候 好像有這個例子 其實你不會覺得那個紅色是很誇張 但你會覺得很順眼 還有那個紅色好像一個點絕 其實好像你這樣 譬如你今天的顏色 是很casual 但你的頭帶 是的 的色彩就會令到你整個人都精神好多 是的 我真的把自己一個例子 你就是比較黑一點 是 親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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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應該打一個小色物給你試一下 即時夾一個耳環 可能已經不同 譬如你這個 金色 你可能平時會覺得很誇張的顏色 但如果這一家 Lisbane的耳朵 可能夾一個大小小圈的金色耳環 你已經覺得完全不同了 沒有那麼沉悶 是的 就好像亮麗了 閃了 好了 我們幻想你有這個 夠了 然後還有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就是 你去襯衣服的時候 那一套衣服不要多過三個顏色 多過三個顏色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亂 穿出來的時候 就算你很想要 譬如後面這一條裙 你也看到是比較花一點的 那個顏色 不要緊 我們當它是一個顏色 還有因為那個花的裙 黃色雖然很鮮 但是它那個藍色 你看到它整個身 本身都是襯一個藍色系 所以它是一個銅色裡面 是變成一個黃色系 彈出來 所以都還可以的 那三隻顏色 主要是藍色 白色和黃色 都是叫做三隻顏色 但是那三隻顏色 又是不可以是那些 很紅、很綠、很黃 又是不行的 除非你是很想挑戰極限 還有我覺得 例如你所說 可能買一些銅色系列 例如我們說 黑白灰 或者大地色 這些 你無論上身和下身 都可以配搭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衣服 不一定要是銅色系 但起碼這些是白搭式 你不用說 會買了很多很多 其實可能的樣子都是一樣的 因為沒有 pattern 還有大家要了解一下 你自己什麼顏色 才是比較配合你 如果是太 譬如你很想試一下紅色衣服 但其實去試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不太配搭自己 那就不用挑戰自己 一定要有一件紅色衣服在那裏搭 因為我發覺很多的人 去一些不同的 案主的家裏去做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很多不同顏色的衣服 但其實穿來穿去 他們只會穿一至兩隻系列的色 因為搭不到他們 太多不同的顏色 是啊 譬如他會買很橙的顏色 或者很黃的顏色 基本上這些顏色 其實他最後都是發覺 其實不配搭自己 都是穿不到 連配搭普通的衣服 他都覺得很難的 所以我就會建議大家 譬如你偏大地色系 或者淺色系 尤其夏天 穿淺色一點的衣服 配搭也會很容易一些 譬如你卡奇色 也是很好搭你的衣服 這些顏色 或者這些配搭方法 都可以幫得到大家 可以用一些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可能你的耳環 你的袋 可能有其他顏色 去做一個點絕的 新的顏色 可能比較簡單 你就會不用擺錯那麼多東西 或者積聚了很多 你根本不會穿的東西 是啊 我想是大家 好像上一集開始去收拾衣服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好像找禮物這樣發 越滑越多 很恐怖 沒見過的衣服出來 用我這種方法 你也可以想想 要留哪些衣服 你真的會穿得到的 是真的會穿得漂亮 當你有時 譬如決定不到自己 穿不穿的衣服 不知道要穿不穿的衣服 其實你即時試上身 撿的時候 因為即時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其實真的很不行 很不漂亮 那你會更加知道 原來這件事已經不適合我了 那麼你可以 決斷一點 也是捨棄它 好 接著講一下今集的 家貨 家貨仔 是啊 就是嘗試一下 關太太教大家的三三分 剛才問她什麼叫三三分 三三法就是三種的襯衣方法 都很百搭的襯衣方法 我自己都是 經常用這幾個原則去襯衣 當你襯得少少好看的時候 其實你那一天又會真的開心 你知道街上有很多鏡子 當你不小心照鏡的時候 又會覺得 哎呀 都挺好 都挺漂亮 那個人又會開心些 有力量些 做事又會好些 你也挺文藝 鏡子 哈哈哈哈 鏡子 很文藝 嘗試一下 關太太這個叫三三法 是啊 我作的三三法 好像很有意頭 整件事 三三法 很容易記 三三法 希望今集大家都有一些吸收到 吸收到一些小知識 關太太分享了很多 怎樣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又令到你每天都 怎樣說呢 神采飛揚 很容易去配襯到 而且又不會那麼 你覺得沒有 最初我們那個題目 就是說 胃口很白 但是你沒有衣服穿 其實你不是沒有衣服穿 可能是你不知道 什麼衣服適合自己 亦都不知道 怎樣去好好運用的 已經有的衣服 所以這些方法 都可以令大家一個努力提升 怎樣想到 可以穿得好看些 還有一個小建議給大家 就是當你要去襯衣的時候 你做前一晚就去襯衣 不要在那一天早上 因為在早上你太多事要去處理的時候 是會令到自己的腦 更加更加很累的狀態 是啊 然後你就會很生氣 沒錯沒錯 好 我們看看下一集 我們再有一些 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 這些三三的東西 我們已經講完了 是 我們下一集就會有一個新的題目 是 我們下一集 Happy Home 斷寫來再見 拜拜 拜拜 你們 在哪裏 這 constantly 那魂 在哪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